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萨外汇社区的刘老师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重点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MACD的这个指标的安装和简单的一个运用 好那么哈 众所周知的哈 MACD这个指标是一个非常经典 同时呢 也是我们朋友们非常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 那么在我们的话 在这个交易方面当中哈 软件自带的这个MACD的话 可能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它是一个跟我们所平常用的MACD指标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什么单线的一个MACD 对不对 那么我们平常惯用的这个MACD指标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双线的 对不对 有这个红色柱绿色柱的这个MACD 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针对 如何我们将这个双线的MACD这个指标 安装上去 并且的话我们这个把它用出来 好吧 好 我们先把这个去掉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用这个MACD 这个安装之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MACD这个代码的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双线四色这个MACD 就是这个EX4这个指标文件 首先我们得有它 我们把它安装进去 好吧 那么这个文件是我们三位会社区 根据我们这个双线MACD的这个源代码 然后这个将一些函数 这个套进去我们这个MD4盘面里面去的 好吧 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安装 我们在这个盘面的这个左上角文件这个地方 文件这里 就是这里有一个打开数据文件夹 好 我们点它一下 打开数据文件夹 然后的话呢 就会出现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软件的这个目录 然后的话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找到这个MQL4这个文件夹 MQL4 我们双击点开 最后的话 在这个MQL4文件夹里面 我们再找到这个 IMDICATORS这个文件夹 就这个 就这个IMDICATORS这个文件夹 好 我们把它点开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把放在桌面上的这个EX4这个文件 MATD文件 把它复制到这里面 然后粘贴 粘贴一下 好吧 OK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有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再回到盘面当中 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文件 点击文件 点击显示 点击这个显示 点击显示 然后这里有一个导航器 导航器 我们点一下导航器 然后的话 我们看到 在这个旁边呢 就出现了我们的指标的列表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找到我们刚刚装进去的这个 我们讲的MACD呢 我们右键 在这个导航器这里 右键有一个刷新 一个刷新 我们点一下 好 刷新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位置 双线四色背离MACD 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双色的MACD 看到没有 好 这个时候我们点它 双击 双击 那么其他地方我们都不用动 好 朋友们 像这些什么 上面这些都不用动 常用 输入参数 颜色 水平 位 应用范围 这些都不用 不需要任何修改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好 确定一点 OK 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最为常用 也是最为常见的 我们这个MACD的这个指标了 双线MACD指标 看到没有 红柱 绿柱 双线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最为常用的 这个MACD指标 对不对 就出来了 那么 OK 好 我再给大家 快速重复一步这个过程 比方说 这个是原油 对吧 打开我们这个黄金盘面 我想加的这个指标 OK 我们点击一下 显示 保行器 好 双击 这个双线 这个双线四色 背离MACD指标 我们点一下 双击 然后点确定 好 出来了 那么哈 依此类推 哪个品种需要哈 导入我们这个指标的 我们就在哪个品种哈 这个界面这里哈 点双击这个就可以了 确定就OK了 就OK 好吗 朋友们 非常简单哈 非常简单 好 好 那么哈 这个我们哈 讲了如何安装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讲一讲哈 如何简单的运用这个MACD指标 那么哈 MACD指标哈 它经典就经典在哈 它是一个哈 什么哈 判断这个趋势非常强而有效的一个指标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哈 在这个指标哈 我们看到哈 它分为几个部分 首先哈 这个我们也能看到的哈 就是这个红色柱 与这个绿色柱 这个我们统称为动能柱 对吧 红色动能柱 绿色动能柱 然后就是两根线 快慢线哈 DEA和DIFF线 两根快慢线 好 这个是我们也能看到的 那么其中呢哈 不太明显的就是这个零轴 就是这个零轴 这个是不太明显的一个零轴 那么其实这个零轴哈 它是分界这个红色动能柱 与绿色动能柱的一个什么分界线 好 这分界线 就是这个零轴 好吧 好 那么哈 我们MACD怎么看 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开始讲起 来我们看一下 关键就在于这个零轴 就是这个零轴 好 我们看一下 就比方说 我们就拿这一段行情来讲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首先哈 在这个零轴上方 就这一段行情 我给大家框出来吧 让大家看得更加确定一点 就这一段行情吧 好 那么首先哈 这一段行情 我看到哈 对应它的MACD 首先哈 这个红色动能柱 对不对 红色动能柱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的话 MACD的双线 就是快慢线 DEA和DFF线 都在零轴上方的 在运行当中 对不对 红色动能柱和 双线都在零轴 都在零轴上方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MACD指标 就能够告诉我们 一个有用的信息 就是即便我们不看盘面 我们只看MACD 我们都能够什么 确定当下的趋势为多 为多 就是多头趋势 就即便我们不看K线图 我们通过这个MACD的指标 红色动能柱 以及这个哈 双线 在零轴上方 我们都能够大概判定 当前的这个趋势 是一个多头趋势 所以哈 这个就是我们哈 MACD指标哈 一个好用 经典的地方 同理可得 我们再看一下 还是一样 这段行情也是这样 这段行情也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看一下 同样 绿色动能柱 对不对 我们一眼看到 绿色动能柱 并且的话 MACD双线 在什么 零轴下方运行 绿色动能柱 双线 在零轴下方运行 对吧 所以哈 同理我们就可以 即便是我们不看盘面 不看K线图 我们也能够大概得出 A当前的趋势 是一个什么 空头的一个趋势 空头趋势 好吧 所以哈 这就是MACD 经典的地方 就在这里哈 他对于趋势的一个判定 非常的有效 并且简单 他没有过多很复杂的东西 对吧 就一个动能柱 一个两条线 对吧 这个哈 就是我们哈 MACD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方 好 那么除了判断多空之外的话呢 我们还能够通过MACD 简单的判断一个趋势的一个逆转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这里 就除了判断我们当前趋势之外的话 好 我们来说哈 这个MACD 我们还能判断一个趋势的一个逆转 就是这个什么 两条线的一个金差和死差 两条线的一个金差和死差 这个位置 那么像欧元哈 我们讲 哎 这个位置哈 前面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 好 随着这个 慢慢走慢慢走 哎 两根线产生了金差 双线两根线 快卖线成成金差 然后的话 哎 开始 好 进入了一个哈 逆转的一个 看到没有 从原来的空头趋势 逆转成了一个多头趋势 对不对 啊 那么哈 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差 指的是这个什么呢 指的是快线 上穿 快线上穿慢线 那么这里的快线是什么呢 这里的快线就是这根白色的实线 快线是白色实线 慢线是什么黄色虚线 这里的两根线 这个就是我们金差 也就是白色上穿黄色的虚线 白色实体线上穿黄色的虚线 形成金差 看到没有 这个趋势就逆转 对不对 同理可得 同理可得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同理可得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MACD的一个死差 这是死差 那么我们刚刚讲金差是什么 快线上穿慢线 那么死差就是反过来 快线下穿慢线 也就是白色的实体线下穿黄色虚线 黄色虚线 好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死差 那么随后这一段的一个长势 到这里就开始什么 戛然而止 开始下跌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开始下跌 所以的话 这个是我们MACD 一些比较简单 但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用法 判断趋势 判断趋势的一个逆转 好吧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 针对MACD指标的话 主要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安装 如何一些简单的一个运用 那么关于MACD指标 一些更加深入的用法 或者说更具有实战意义的用法的话 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阿萨社区的公众号 然后的话这个指标 双线MACD指标 朋友们可以找我们的助理小Y 去进行一个领取 这是个免费的一个领取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简单的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朋友们 我们下一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